继续来自泰宝池的消息 为了制作惊喜今天一头早 华山斩兆 祝国担到阿公外出散步 二天在阿公的家来准备给两个 收头以及保底环境 再由米罗幼儿园的高苏光与严 专业11名的小朋友 在阿公回家的时候 烈对欢迎 歌唱哥哥爸爸真伟大 阿公看到这么多海洞 在家的门口迎接 流出惊喜的标情 小朋友送上手工制作的卡片 就让阿公付亲资快乐 这里给我们照顾 大家都很关心 大家让我们新年快乐 身体健康 叔叔顺利 谢谢 谢谢 发现阿公在我们服务的过程 其实他有说到 就是他以前就是为了照顾他的妈妈50年 那其实也没有就是结婚 那其实他心里面蛮遗憾的 所以我们才想说就是 就是在父亲节前夕 有这个机会 那我们找一些小朋友来帮阿公 就是做第一个父亲节 那因为阿公他的生日就是也在这个月 所以我们也就是帮他过就是生日 生日快乐这样子 先边第一次过父亲资 和阿公很感动 在说道歉 他说我这一生都没做派 年轻人照顾妈妈 这几年自己一个人 并且是没人来关心 好够在有华山来照顾 阿公是八岁守岁 华山去金会二天 亚伴阿公 在上守岁没有了 在大家背叛这下下下心愿 希望大家身体健康 平安顺利 并且中健能哥跟小孩分享 这一新闻 中海星 台北市 采控报道